其實要提醒觀眾朋友要注意喔 還有車手是要調回車輪去檢修 台灣Mazda是宣布說要調回2007年 三月分到2008年 12月分 新鑽在Mazda3跟Mazda5部分的車輪 因為這車款 但要新鑽的規定裡面的國家說 可能是受到污染 會影響到動靈 所以台灣手為了要擁有萬億 是因為現在要調回 這次要調回車輪 國家有一萬三千兩百五十台 機組中車正在準備換光線 Mazda機和Mazda3跟Mazda5的部分車輪 在北部出現了動靈 部的國家壓光線出了問題 影響動靈的個案 在台灣的公民雖然沒有出現這樣的案例 但是車廳決定來先來調回 Mazda公民調時 這車款的動靈 部國家壓慣 可能在生產過程中受到污染 連帶影響到榜台動靈 技術專門系統的頂是頂度起來 雖然這個時候 寒舵路可以正常轉動 但是操作的時候 需要勉強大體力 這是我們動力方向盤的方向器 然後連接到那個動力棒子這邊 連接兩盤子 那我看維修袋需要多少時間 差不多一個鐘頭半 Mazda提起車主 萬一渡到潘多汝副主動的降機 協助不切好的狀況 不太害怕 因為一萬嚴重重轉動 Mazda將他相掛好配 來通知車主 回車廳檢視 吉田早送舟到 好